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點時曾經 我是運達頭顧陳時輝 今天8月9號 禮拜五 今天整個大盤 當然今天整個大盤漲上來了 今天整個大盤漲上來了 好 那今天大漲最主要 我在這裡要提醒大家 昨天大跌了400多點 那我是進場買股票 但今天大漲了六七百點 那今天我就不追 首先先提醒大家 那再來我們接下來 要怎麼樣去解讀這個大盤 這個當然相當重要 今天禮拜五嘛 下週我們怎麼樣看 我一樣告訴大家 反彈是好事 但是進入壓力區 還是會有一定的套牢的賣壓 甚至包括今天 大家可能都有一些股票要小心 都有可能 拉高了之後 還會稍微有賣壓出現 這是節目首先告訴大家的 所以今天 我也在Lite上面特別強調 昨天大跌嘛 我進場買股票 我進場買股票 但今天大漲就不追了 為什麼 因為好的股票 你就是要低接嘛 今天上來了 但是上檔能有一定的套牢賣壓 股價漲高了就不宜追價 而且要提防今天拉高走低 當然我也希望大體上它就維持住 那更好 但是股市有的時候講起來就是很現實 在這個市場上大家就是都要有這些 都要有這些心理準備 你看8月6號的時候下沙 那時候下沙我是買股票的嘛 對不對 8月6號嘛 然後昨天也跌嘛對不對 昨天跌了400多點嘛 我昨天也在節目中講過啊 我也進場買股票 8月8號嘛對不對 但今天我就不追價了 為什麼 好的股票基本上它不會 短短的時間內整個基本面就改變了嘛 但是因為籌碼的關係 因為心理因素的關係 股價會改變 那你進場的股價才是你的關鍵啊 是不是 股票再好 你買高了結果殺低了 對你來講都是壞股票 這個就是在這裡 節目首先先提醒大家的 包括昨天我也提醒大家嘛對不對 紅海這檔股票昨天 昨天一度最低是161嘛 我是不是提醒大家 不用太害怕嘛 雖然昨天一大堆節目 都講紅海融資還在買 有一點看衰紅海嘛 但我從基本面上 從整個業績面上來幫大家解讀 尤其是最主要是 它在低的時候我幫你解讀 那也許很可惜你昨天沒看我節目 結果昨天殺在低點 你看多可惜 你看多可惜 今天漲回來10塊錢 在這裡今天我兩個重點 第一個接下來整個盤 這整個盤我們覺得 比較好的地方是整個盤 我們危機大概解除了 我昨天就在講大體場解除 那今天再這樣漲大體場解除了 那接下來我們股票操作 你的選股方向有什麼可以注意的 這是第一個重點 然後第二個重點 你要懂得在這裡的一些操作上的技巧 你才會真正賺錢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講第一個 怎麼樣選股 那當然今天很強的機器人干聯股 對不對 包括4562引漢嘛 對不對 包括像羅生瑪 8374嘛 對不對 當我在這裡老實講 我這一波沒有操作機器人 為什麼 因為這一波整個大盤下跌 我重視的是業績面 所以我在風險考量之下 我比較傾向於還是要看財報 那這些股票基本上羅生嘛 到目前為止第二季上半年賺了0.05元 但是它股價是在這裡 130幾 影漢也差不多嘛 很多機器人干聯股是這樣 但我這裡 我不認為說它就是不好 畢竟能讓你賺錢的都是好股票 但是在這裡我因為風險的考量 的關係我沒有帶會員操作這種股票 那我操作什麼股票呢 大家都很清楚嘛 電力概念股是我一直強調的嘛 對不對 我在前幾天 你回過頭去看看我的節目 我在測標上都有提 我在節目中也一再一再的提嘛 電力嘛 因為整個電力的需求 包括國內的也好 對不對 國內這兩個台電需求嘛 高科技設廠需求嘛 國外也一樣嘛 而且我告訴大家 這些需求議題都會在輔助檯面 結果昨天賴總統就講話了 是不是賴總統強調 因為他也知道電力是相當重要的啊 所以他希望提前四年 整個台電的這個十年的 強制電網計劃 提前四年整個提前佈局 這個就呼應了我之前告訴大家的 台電整個這個十年 五千多億的計劃 我們認為都還會再增加 那果然 為什麼 因為電力真的很重要 你現在不是認為機器人很重要 那機器人也要吃電啊 不是嗎 那電動車也在蓬勃發展嘛 全球都在節能減碳嘛 可是電力的需求又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嘛 AI也需要電力啊 而且AI坦白說是一個吃電的怪獸 所以這個需求一直在 它不會因為股價 它不會因為大盤整個跌下來 它這需求就不見了 所以我一再一再的提醒它 尤其是它又跟著大盤下跌 股價拉到相當划算的地方 對不對 包括像低價的核基 它做電纜的嘛 這些一定都需要它嘛 那我為什麼選它啊 我剛剛講過我在這裡會有財報考量嘛 核基基本上它第一季就賺0.62嘛 那它的整個營收那第二季也不輸第一季嘛 也就是說它上半季就賺1塊多了嘛 是不是 那核基 之前股價才在40出位 上半季就賺1塊多耶 上半季就賺1塊多耶 那下半季業績還會更好 因為電力需求一直在一直在 整個每一家電力公司 每一家電力相關的公司 大概在手訂單都很多啊 能見度都很高 單單台電就給他們的能見度很高了 何況現在賴總統又希望台電能夠提早 提早的意思代表什麼 趕快再試單加班嘛 那這個時候業績是不是又會更好 那當然很多嘛 包括像1514的亞歷對不對 今天也很強嘛 那像1513中興電對不對 那這些包括中興電你看 第一季也賺2塊錢 第二季也不屬於第一季的業績 對不對 所以當然股市裡面機會很多 那我認為最可靠的安全考量的 那我還是會帶會員進去尋找這個機會 佈局這些機會嘛 我一直在告訴大家嘛 尤其像我一直提醒的 像亞歷這一檔股票你看嘛 我不是告訴大家 在這裡你看它都跌到這裡了 那當然下半年的需求再來就是接下來 你選股的方向 坦白說雖然機器人現在財報不好 但是包括它月底會有一個 我們所謂的自動化展覽 自動化大展嘛 然後整個機器人確實它的趨勢是在往一個發展的路向走 電力也一樣 那AI其實也一樣 這些就是你未來選股的方向 但是我在這裡還是建議大家 整個產業的方向是一回事 可是個別的股票 就好像為什麼當初3231的偽創 漲得好高又掉下來 因為你還是會面臨到競爭 這是大家需要考慮的 所以整個業績面 大家還是要在未來整個8月份到9月份 還是要當成是你一個考量的重點 那鴻海我剛剛講過 昨天在鴻海跌的時候我告訴過大家 那為什麼我會看好它 我有告訴大家 大家在告訴你說它融資增 所以不是很看好它嘛 對不對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它主要是外資的關係 融資不過佔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對不對 重點是它法人真的還在賣 那你看另外一檔華碩融資也增加 昨天照漲啊 為什麼 因為業績啊 好 那你回過頭來看鴻海的業績如何 第二季的業績比第一季又成長很多 而且鴻海向來就是下半年就是它的旺季 而且下半年會比上半年好非常多 我們來看嘛 你看嘛 鴻海去年的第一季是這樣 第二季是這樣 有沒有發覺下半季比上半年 下半年比上半年強非常多 何況它今年第一季就很強 第二季又不輸第一季 第三季也不輸啊 這也不是我講的啊 鴻海七月份公佈營收嘛 年增比去年增加了接近22% 而且公司的展望裡面它有講過 維持旺季營收啊 年增啊 還是年增啊 第三季表示還是比去年好嘛 去年第三季賺多少 各位朋友 所以我不會因為融資的關係 我就看摔它了 所以我昨天也在這裡告訴大家嘛 那當然現在法人主要是在等著 8月14號下個禮拜三鴻海的法說會嘛 那基本上我樂觀看待 為什麼 不是瞎懵的嘛 這個就是我一直告訴大家 你要先經過客觀的分析之後 然後你再來做務實的操作 所以鴻海我確實佈局了 那你整個長線在這裡 你回過頭來看整個長線 你格局放大來看的話 這裡是一個划算的點嘛 是不是 13塊到15塊的EPS 預估嘛 那股價都跌到160左右了 160幾 最低160 本益比低啊 是不是 在這裡其實我一再提醒大家的 包括你看嘛 我之前講過的 為什麼定員會很強 因為它下半年兩個長會投入生產 而且它主要做的高階的 HDI的PCB版 是高階的 那目前整個高階的這個 還佔14%而已 它未來會越來越成長 那那時候我也講過嘛 你看第一季 第一季就賺這樣嘛 第二季賺這樣 股價相形偏低嘛 之前跌到這裡相形偏低了嘛 那當然我也講過 漲高了就不追了 漲高了就不追了 那包括亞翔都一樣嘛 對不對 它是無程式的嘛 主要的客戶 競選雙雄及高科技廠 主要是它在手訂單 在手訂單 所以它根本不會接 不會受所謂的 這些近期 讓股市下跌的這些 雜音所影響嘛 對不對 業績確實很好啊 我們認為它上半年 不少於8塊錢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也講過嘛 對不對 上半第一季是這樣嘛 我們認為第二季也不屬於這個嘛 結果果然啊 上半年4.62 是不是 上半年4.62 股價都跌到200附近了 這個就是大家的機會點 那當然接下來你選股之後呢 接下來更重要的是 你要懂得如何的操作 為什麼我今天特地告訴大家 今天大漲我就不追了 我是昨天跌的時候去買股票的 同樣一檔股票啊 你有沒有發覺 同樣是紅海啊 你昨天賣在161 今天漲到172 同樣是紅海 它的基本面完全沒改變 這就是操作的手法 下半階段我會告訴大家 在這裡如何選股 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接下來要如何的做操作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半階段再回來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股公司之一 投股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 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股、真心照股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我剛剛講過 你懂得選股了之後 你還要懂得操作 甚至可以說操作才是你輸贏的關鍵 我記簡單的例子 昨天我們講過鴻海 昨天鴻海在很差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什麼 告訴大家當大家都在 覺得它不好的時候 我告訴你不用擔心 對不對 你昨天如果賣了 你今天在最後一來 是不是這個價差你是輸的 操作上就是這樣 那當然你整個操作在最近這個盤勢底下呢 首先你要先去掌握整個大盤 很多股票其實即使好股票 它還是會隨著大盤的漲跌 它股價也會跟著漲跌 那這個時候其實就是你的機會點 那整個大盤 我整個從7月份長的不講 從7月中旬的時候 我提醒大家要留意 一路到這裡 那為什麼最近操作 坦白說對我來講還挺順利的 因為確實整個盤面 我們確實有掌握到 7月16號指標過熱 台股會進入技術性修正 這個是我的看法 也確實7月16號 對不對 我一再講7月16號在這裡 大家可能那時候還很樂觀 我認為它要做修正 所以這裡當然就要調節股票 要賣股票 然後7月19號大盤還要小心 才跌到半3號而已 對不對 還要小心 那當然接下來 跌下來了 我還是告訴大家不宜過度照進 為什麼 剛跌下來7月30 這一天對不對 這一天是紅的 紅K我才會叫你不要照進 黑K相信你也不敢照進 對不對 那接下來是不是又有一天大漲了 大漲那一天 8月1號對不對 好 大家看我8月1號怎麼講 8月1號大漲不追價回黨要趕買 早盤大漲了400點左右 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8月2號 上個禮拜五大跌了 大跌了我反而告訴你 不用太失望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會超跌了 大盤進入超跌區 大跌1800點的時候我告訴你 大盤進入超跌區 超跌區怎麼樣 不要亂賣股票 你股票都跌下來就不要亂賣了 然後呢 8月5號下午再告訴大家 超跌就會駐止跌 但是融資還會多殺多 是不是果然你看嘛 果然隔天是不是就多殺多了 這一天我認為超跌了 對不對 這一天呢 殺融資 那融資殺完了拉上去了 那這一天是不是漲了 對不對 紅K棒很長嘛對不對 台股在半個多月跌掉了4500點 再跌有限了 所以大家在這裡不要看著台股 禮拜二8月6號 這裡一天 好那隔天是不是大漲了 對不對 你看嘛 8月6號我也告訴你嘛 我已經在佈局了你拿 對不對 然後8月3號反彈不追 有沒有 那接下來就昨天嘛 昨天我一樣經常買股票嘛 剛剛有講過 那今天我又不追 這個就是操作的技巧 那當然個股的表現當然不一定一樣 可是剛剛我提過 整個盤面 還是會影響到個股的股價表現 那在個股的操作 我之前也公開 也公開過嘛對不對 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嘛 我看好紅海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我7月31號的時候 確實有進去買紅海 那7月31大盤在哪裡 大盤還沒跌喔 大盤還沒跌喔 7月31 因為我也沒有預設說 真的這個臨時性利空會這麼大 好 但我看好我還是低買嘛 這一天進去買嘛 然後8月5號當天是不是大跌 一早情形不對 我就叫會員 成本附近先出一半避險 這個叫做避險 對不對 對不對 當然要避險啊 是不是 這麼慘烈 我不會帶會員跟他拚啊 是不是 好 結果呢 確實嘛 當天大跌了 所以當然他也跟著跌下來嘛 再好的股票也會跌嘛 但是隔天 撒完融資之後 58塊.5 附近買回 隔天嘛 什麼時候買 9點31分 趁他低的時候買 是不是 好 那大家回頭過來看 如果你懂得賣在65塊 然後再回頭過來買58.5 這就叫操作技巧 今天雷虎沒有漲很多 但是呢 會員朋友還是很高興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買的低嘛 58塊5買的嘛 現在都接近64塊了 一成左右了嘛 這就是我講的操作 包括我之前也講過嘛 電力概念股 養法我也是操作過嘛 你懂得買還要懂得賣嘛 對不對 6月7號 60塊附近買 6月7號嘛對不對 然後呢要懂得賣啊 6月18號84元附近賣出嘛 懂得賣你才真正賺得到這個40% 在這裡操作你一定要切記這樣 那剛剛我舉雷虎也好 我舉揚法也好 都是這樣 所以我一路上在節目中就告訴大家 基本上在這裡 你除了選好股票之後 你還要懂得操作技巧 那當然這些你不懂的沒有關係嘛 我歡迎你掃描QR Code 先加入我的LIOT來瞭解我 那我知道大家都在尋找一個好的老師嘛 你可以透過LIOT更加的瞭解我 我一直告訴大家 現在要尋找機會展望未來 年底你就會是贏家 所以歡迎大家 1加1專案即刻撥電話 那在這裡也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有關 神聖評估並自付出 神聖評估並自付出 神聖評估並自付出